朗读短文一 现今的社会风气日渐开放 夜间的娱乐场所也越来越多 许多青少年都喜欢到这些场所玩乐 因此青少年夜归 甚至离家出走的情况 时有所闻 有些孩子个性叛逆 或许是因为一时贪玩 或许是缺少父母的关爱 他们在面对家庭或学校的压力时 就会选择逃避 在外留恋或者夜归 如果家长能够多跟孩子沟通 聆听孩子的心声 了解孩子的感受 帮助孩子解决所面对的难题 让家成为孩子感受温暖的场所 这样 许多家庭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身为家长 有监管孩子的责任 应该密切留意孩子所结交的朋友 并劝导孩子不要夜归 更不应该随便在他人家中留宿 如果孩子深夜带朋友或同学回来留宿 就必须说明原因 否则就应该打发他们回去 假如真的需要留下来 也应该给对方的家长打个电话 得到对方家长同意 才让他们留宿 朗读短文二 巴西立第三道 原本有一座小山丘 去年产平之后 露出一大片空地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突然有人来这里放风筝 最初只有一两个 后来人数越来越多 还有全家触动的 周末更是一片热闹 在蔚蓝的天空中 出现各式各样的风筝 十分迷人 当风筝腾空而起时 大人和小孩往往还会兴奋地 边跑边尖叫 这才发现 放风筝可以找回失去已久的铜针 一到周末的黄昏和夜晚 大批风筝发烧友 就在风筝的边缘 装上不同颜色的小灯泡 让风筝腾空飞起时 格外引人注目 望着空中飘扬的风筝 大家的心情也随之舒畅起来 在忙碌的都市生活里 来这里贴近大自然 的确是一种新的体验 最近看到这片空地上 竖起了出售的告示牌 也许在不久之后 推土机就会开进来 让这幅美景画上句号 看来在新加坡 要拥有一片永久的空地 让人们放风筝 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 朗读短文3 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十几年了 不时会碰到房屋经济 问我要不要卖房子 我总是回觉说 对不起 我不想搬家 搬来这里 与社区的朋友 从陌生到熟悉 从相识到相知 十多年来的感情 不是轻易可以抛弃的 想当年 我的孩子刚升上小学六年级 邻居真嫂就把他孩子的 小六会考资料 全报来给我 左邻右舍有人的裤子破了 书包的扣环坏了 真嫂就帮忙补 帮忙换 她的手工精细 而且坚决不肯收费 也不接受其他回报 另外 有谁要在墙上钻栋挂东西 楼上林大叔就会拿了电钻来帮忙 三两下子便把问题解决了 至于楼下的陈大妈 则是轰炙蛋糕的高手 她常常送我们香喷喷的蛋糕 让我们吃得津津有味 此外 更有一群好友 每个星期天都会相约在公园里 沉运健身 闲话家常 如此方林去哪里找 我很想跟他们约定 如果要搬家 就一起搬 不能丢下我 朗读短文四 翻开报纸 大水烟浸屋结录商店的照片 出现在眼前 本以为街道积水的记忆 已经在成长的岁月中消失 没想到它又重现在面前 以前 住在乡村地带的人 都尝过大水泛滥时 带来的痛苦 我念小学时 每当涨水 河上的木桥被淹没了 就要动员家里的长辈到学校 接我们回家 来到桥上 父亲紧紧地抓住我的小手 小心翼翼地过桥 一有闪失 后果就不堪设想 后来 父亲和朋友合资 开了一个热带鱼养殖场 遇到涨水的时候 大人们就忙着拉网抢救鱼儿 以免鱼儿被水冲走 我们这群小孩子则不知天高地厚 觉得水涨到小腿上很好玩 竟跳进水里嬉戏 最糟的一次 大水冲进屋里 大家都忙着把家具床入往高处叠 而那些来不及抢救的东西 就全都毁了 好戏还在后头呢 大水退去之后 满屋子的烂泥 凌乱的家具 湿漉漉的衣服 正等着大人们去清理 朗读短文武 在本地 有不少吸烟者抽烟后 或许是找不到垃圾桶 或许是纯粹懒得找 就会趁着没人注意时 随手把烟蒂丢在地上 破坏了环境的清洁卫生 环境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而绞尽脑汁 决定展开取地乱丢烟蒂的活动 通过罚款和教育 来劝阻吸烟者 不要乱丢烟蒂 在这两种方法都不见效后 有关当局又想出了 送烟蒂容器给吸烟者的点子 这个铁质容器只有拇指般大小 可随身携带 能装下六根烟蒂 兵取了容器的吸烟者 大部分都表示容器很实用 能够使他们不再乱丢烟蒂 当局将在这项计划展开的几个月后 评估其有效性 然后再决定 是否继续推行这项计划 民众对这项计划的反应不一 有人赞同 也有人反对 我认为当局这么做 真是用心良苦 其实 只要能够加强人们保护环境 清洁卫生的意识 不管什么方法都值得一事 朗读短文六 哀哟一声 我跌倒在地上 哇哇地哭了起来 这时 爸爸的神情变得好严肃 他说 自己跌倒了还哭 自己站起来 当时我只有五岁 虽然很害怕 但是我还是自己站了起来 我很讨厌爸爸的做法 觉得他一点都不关心我 但现在 回想起来 爸爸的教育方式是正确的 正因为这样 使我养成不畏困难 不具失败的处事态度 知难而尽 迎难而上 在哪儿跌倒了 在哪儿爬起来 有句话说得好 失败乃成功之母 没有经历过失败 就难以感受成功的喜悦 发明大王爱迪生 一生 共获得一千多项发明专利 难道他就没有经历过失败吗 不 他在发明电灯的过程中 曾经失败过很多次 但他不气馁 不怕失败 反而积累了更多的经验 最终皇天不复苦心人 他成功发明了电灯 为人类的进步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必须要有 不怕失败的精神 让我们跌倒了 再爬起来吧 朗读短文期 外婆年轻时 家里经济拮据 一家人吃饭时 她总是把最好的食物 让给子女 现在外婆老了 家境比以前富裕了 可是 外婆的饮食习惯 还是没有改变 节俭得近乎吝啬 然而 她好客的天性 却又使她很慷慨地 对待其他人 在宜宝老家 只要客人上门 不管来的是亲戚 或者是朋友 外婆总是殷勤万分地 留客吃饭 好菜上了一道又一道 众人吃得开胃又开心 然而 她自己却是一碗白饭 再配上少许小菜汤汁 就草草解决了一餐 几年前 外婆得了心脏病 医生嘱咐她要多吃鱼肉 于是 外婆来新加坡小住时 我餐餐都会把 剔除了细骨的大片鱼肉 夹给她吃 可是 每每趁我不注意时 她又把鱼肉分给其他人 后来 在盛饭时 我故意把大块鱼肉压在碗底 把饭盖在上面 等她发现那些鱼肉时 大家都已经吃得七七八八 外婆只好把鱼肉吃了 朗读短文吧 还记得儿时住在乡村 离我家不远的地方 有一间杂货店 四十年前的乡村 没有大型超级市场 因此 杂货店就是居民购买 日常用品的地方 那时 让我印象深刻的 并不是店内货物堆叠杂乱的一幕 而是那浓厚的人情味 由于顾客都是老街坊 买东西时可以先赦账 过后才付钱 大家也都非常守信用 绝不会赖账 当时买米买糖时 店主还往往会顺手 抓一把米或糖送给顾客 在顾客选购瓜果蔬菜之后 他也会把几根葱 往顾客的菜篮里塞 表示有买有送 让顾客开心 每逢春节来临 店主为了向老顾客表达谢意 还常常主动赠送一些物品 最常见的是饼干和汽水 此外 老主顾还可以收集空气水瓶 换取一些日用品 其实这些赠品都是小恩小惠 也值不了多少钱 但是他所附带的 却是小小的吸衣和浓浓的人情味 凸显了乡村淳朴的民风 朗读短文酒 这天 我坐在神户旅店大堂的 落地玻璃窗前 欣赏着窗外的景色 我无意中 看见一名送货员 走过对面的马路 弯下身子 捡起地上几片枯叶 把它们放进裤袋里 然后走向停车场 请问大家 你会捡起马路上的枯叶吗 多数人大概都不会这样做 因为我们的观念是 扫除马路上的会晤 是清洁工人的责任 我们知道 日本人都有保持环境清洁的美德 不随意丢垃圾 没想到 他们的好公民行为 已经更上一层楼 你丢我捡 共同维护环境的卫生 难怪那里的道路 一直好像刚经过打扫似的 非常洁净 当我跟朋友谈起这件罕见的事实 他说 在悉尼一家购物中心门口 他也看过一个年轻女子 捡起别人留下的糖果纸 然后扔进垃圾箱里 他当时的感觉先是惊讶 之后是敬佩 不论是什么事情 我们知道应该做的 就该认真的去做 保持周遭环境的整洁 应当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朗读短文时 又是星期五了 是到社区医院当义工的日子 每次帮助病人 是一种学习 更是另一种 预习 看到老弱的病人上下轮椅 都有困难时 也看到将来有朝一日 自己也会面对身体 日渐衰弱的景况 而到时候 要如何坦然面对 是我现在必须做好的心理准备 每一次和病人交流 都会更加了解 他们所经历的心酸 他们内心的痛苦 并不完全是身体不适所造成的 有一名老妇边流泪边说道 我是友儿 有女 有孙的人 可是他们都工作忙碌 很少来探望我 我很寂寞呀 每周到这所社区医院时 我都会看到许多天使 这些天使 有的是缅甸人 有的是菲律宾人 他们在这里当助理 帮助护士们照料病人 工作一点也不轻松 但是 我却常看到 他们对病人轻声细语 说鼓励的话 甚至逗病人开心 虽然他们的薪酬不高 但是他们所展现的敬业 与乐业的精神 却让我肃然起敬 膀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